西当晚 我看见本该加班的妻子 却出现在情侣餐厅 两人如交四妻 互相喂食 秘书问我 二少爷 宁定的粉色宝石节还送吗 我看向妻子里面的情绪那一袋子 待定 我是失魂落魄 不知怎么回的家 在亿万富豪亲生父母 找到我当天 我发现了妻子出轨 情侣餐厅中 妻子柳如烟打扮精致 大堂之中还在桌下张开腿心 让情夫寻找刺激 我浑浑噩噩不知多久 像是心被人一片又一片 都挖出来一样 柳如烟回了家 一下子便扑到我身上 老公 七夕别人都有人陪 可你却加班 你得补偿我 柳如烟装着俏皮 撅着嘴 抱歉 我没准备我嗓子沙哑 面对柳如烟的示爱 依旧心情沉重 坏老公 柳如烟不满 我低头 柳如烟精致的妆容已经花掉 红唇凌乱 充满了情色痕迹 在公司时 柳如烟时刻保持妆面整洁 即便是我想亲热 她也会马上推开我 柳如烟仿佛感觉到 我眼神不对劲 哎呀 待妆一天 我先去洗个澡 老公等着我 一会有惊喜哦 我颤着手拿出一根烟 烟雾熏得我眼睛疼 一往压力大时 我会抽烟 但是自从有了柳如烟后 再大的压力也迎刃而解 我便戒烟了 可今晚实在太难受了 妻子里面的情绪内衣 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万一 只是吃饭呢 即便只有百分之一 我也心存侥幸 老公 宝贝洗完了柳如烟 翘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 黑色鱼骨内衣勾勒出好身材 穿着黑丝的大长腿 玲珑有致 柳如烟从不在我面前 穿情趣内衣的 她说她不好意思 可我却心凉地发现 这套内衣是使用过的 后腰上还有别的男人的痕迹 只是柳如烟看不见 不必再侥幸 柳如烟刚与人在床上缠绵匪测 而今晚的主动 便是偷心后的愧疚 柳如烟眉笑着扑进我的怀里 两团白云直往胸膛上蹭 我的下身已经有了一样 可我却推开了她 幸是加深感情的行为 是建立在互相喜欢上的欢愉 出轨后的柳如烟 我实在无法对她做出性爱的行为 我公司有点事 我出去一趟在柳如烟委屈的目光中 我内心乱得很 离开家去了地下停车场 我漫无目的地开着车 也不知去哪 这城市处处都是我和柳如烟相爱的痕迹 让我更心如刀脚 街头的馄饨店 相手的石膏娃娃 柳如烟最爱的服装店 还有姻缘树上挂着的红牌 柳如烟要和唐轩宇一生仪式在一起 我把这方向盘 手上青筋抱起 我的事业有些模糊了 可与柳如烟的过往 却越来越清晰 我是个孤儿 从小在福利院长大 因为缺爱 工作之前没谈过恋爱 我从清华毕业后 便入职了一家外企 年薪百万 在那里 我遇到了柳如烟 她主动追求我 缺爱的我和她 很快步入婚姻的殿堂 如今已经三年 我竭尽所能帮助她 把她从月薪三千的文员 提到两万的总监 柳如烟家生意亏空的厉害 我便偷着用自己的工资填窟窿 所以现在也没存几个钱 可今天 她的白月光 孟金平回国了 她便抛弃了 我们三年的感情 孟金平与我不同 她是留学回来的公子哥 与柳如烟 是青梅竹马 可再好 也终究是前男友了 我对爱情 始终保持忠贞不渝的态度 心里的人没忘干净 怎么能接受下一段感情 兜兜转转 我还是回了家 如果柳如烟 是这次是对年少的竹马的怀念 她如果以后改过自新 那我想我可以原谅她 毕竟 她是我最爱的女人 母亲的微信又发来 轩宇啊 你娜的妻子家 我知道 是出了名的老赖 出了名的品的差 快离婚吧 妈再给你找个好姑娘 我烦躁至极的柔了柔太阳穴 我是个重感情的人 我在小区花园里 给柳如烟打来的电话 想好好和她说说 可对方却始终传来 无法接听的盲音 我心急如焚 怕柳如烟出事 可当我马上迈进单元门时 却看见明亮的621户 一对男女在玻璃前剧烈痴缠着 为了追求刺激 他们甚至特地拉开了窗帘 我以加班为借口出门一小时 柳如烟就这么迫不及待了 我看向妻子欲先欲死的模样 几乎将手机握碎 之所以买这户 是因为621是妻子的生日 这时 女友的电话也打过来了 老公 我刚才睡着了 没接到你电话 我先挂了态 困了 我想是个男人 都能柳如烟此时的一样 我知道对方也是在 挑衅我男人的尊严 可我不是输给了他 而是输给了对柳如烟的爱 我在车内哭坐一宿 等着明天接柳如烟上班时 好好谈谈 再给他一个机会 我发了微信 烟烟 我在楼下接你上班 可我在楼下等柳如烟时 却看见他将我的信息 射程未读 再坐上孟金平的宝石节走了 等我到公司时 柳如烟已经趾高气昂地下了车 哇塞 刘总监今天做的是宝石节哦 听说这是曾经的名媛杀手孟公子 没想到刘总监有魅力 居然让孟少送他上班 刘总监结婚了 还有这么多人追求啊 孟公子可比唐经理有钱多了 真羡慕啊 柳如烟没否认 反而得意洋洋地捋了捋头发 随之给孟金平一个绯吻 哥哥 下班也要来借我 孟金平笑意深深 放心吧 我的副驾只为你而留 我开着麦腾 在后面观看了全城 心像是有把钝刀子一直在割 我自认对柳如烟极好 一年百万薪资 自己只花三四万 剩下的都给柳如烟买奢吃品 亲生父母为了弥补我 库房里停了数十辆千万豪车 任我挑选 可我却为了柳如烟 执意不开 我提着公文包 双目失神地进了大厦 却不巧合柳如烟坐在一个电梯里 柳如烟低着头 沉浸在自己的手机中 通过电梯的天花板折射 我很清楚地能看见那是裸照 还是露着全脸的 露骨的语言不堪入目 臭宝宝 你昨天都给我弄肿了 我闭上双眼 躲在角落 想对柳如烟说的话 怎么说不出口 我对柳如烟真爱之重 床室从来顺着她来 不敢弄疼她 可她却在别人身上找刺激 到了十九楼 柳如烟才看见我 慌忙地藏起手机 老公 昨天去哪了 我担心你一宿都没睡 柳如烟装作惊讶地看手机 眼疾拙恋 老公 我才看见你说要借我的消息 我藏起眼中伤痛 内心却煎熬之至 没事我想给柳如烟机会的 可是她不珍惜 反而又骗了我 难道真的一刀两断 这一天 我不知我是如何度过的 浑浑噩噩地回了家 却依旧没有柳如烟的身影 我拉开床头柜 发现以前买的杜蕾丝 用了个七七八八 甚至还有使用过的痕迹 可知昨晚有多激烈 坊间没通风 甚至还留着昨夜两人残存的气味 我将门窗都打开 仿佛这样就能忘记一切过往 柳如烟的信息又发来了 老公 我今晚加班 先不回去了 而私人侦探却为我发来 柳如烟与孟金平出入酒店的照片 买了不少成人用品和好几盒避孕套 二人这是准备大战一场 数日的心力交瘁 再加上停车场的一夜和冷风 我发烧了 烧得很厉害 等到深夜 柳如烟才回来 看见发烧的我 她大吃一惊 柳如烟将我扶起来 又为我吃了药 替我换毛巾 埋怨我 老公 身子也是最重要的 没有身子怎么赚钱呢 老公 你先好好歇两天 老公 我永远爱你说完 柳如烟在我滚烫的唇上 落在一个轻柔的吻 一时间 我有些恍惚了 出轨的人是不是她 她是不是一时犯错 找新鲜 其实她还是爱着我的 这几天我心力交瘁 又一夜未睡 所以发烧很严重 第二天休息日也没退 烧得整个人发烫 柳如烟打扮得无比娇艳 像一朵红烟龟 可我却脸色苍白 烧到四十度 我张着嘴 试探问道 烟烟 我很难受 今天是休息日 你能不能陪着我 而且 今天是我的生日 以往柳如烟生病 我都是整夜守着 怕她难受 柳如烟转过头 精致的五官上都是平淡 仿佛她看不见我的痛苦 老公 生病了就去找医生 而不是找我 我昨天已经喂过你要了 你还要怎么样 女人也要有自己的事业 我今天要去公司加班加点 我忍着满心酸涩 痛苦地闭上眼 你去把剧烈的高温 使我头痛欲裂 可手机却始终嗡嗡作响 可我明明已经关机了 我勉强睁开眼 却看见柳如烟的手机忘记带了 上面闪着孟金平的消息 臭宝贝 怎么还没来啊 今天我让你穿的护士装开裆裤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一时间浑身鲜血直冲天灵盖 在我病得如此严重的情况下 柳如烟却依旧想着回情人 而柳如烟此刻踩着高跟鞋 快速回来 拿起手机 面容很是慌张 老公 你没看我手机吧 我这都是工作群乱七八糟的 什么都有 不说了 我得加班去了 么么哒 老公我闭着眼 始终没回他 好像是睡着了一半 曾经的爱有多深 现在的我就有多痛 三 我烧到四十度的祈求 也抵不过他和情妇的春风一度 这三年究竟算什么 渐渐的 我也稍睡着了 醒来时是黄昏 我已经退了烧 可柳如烟还没回来 我给他再多次机会 也是他的欺骗 身体上的痛已经消失 可是心里中的痛却无法忍受 我只能用酒精麻痹自己 喝到自己都快吐了 可关于柳如烟出轨的记忆 却依旧如此清晰 我满身酒气的在桌子上睡着了 隐约中 我仿佛听到了柳如烟回来的声音 我抬起头 望着柳如烟 胸口憋闷的难受 妍妍 你去哪了 柳如烟的脸色很不好 去和同事吃饭了 不都告诉你了吗 你这是退烧了 又喝这么多酒说完 柳如烟就要扶我上床 却被我一把甩开 看着偷心回来的挚爱 我满眼伤寒 别骗我了 我都知道了 孟金平回来了那天七夕 我在情侣餐厅看见你们了 谎言被揭穿后的柳如烟脸色惨白 可却还在狡辩 只不过是老朋友回来 吃了顿饭而已 你居然怀疑我 看着柳如烟强扯有理的样子 我想说些什么 却怕伤他自尊 柳如烟咬着唇 把手中的带子放在桌子上 便摔门进去 唐轩宇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居然怀疑我 亏我还记得给你买礼物 我酒一醒了些 打开带子 发现里面居然是个T恤刀 原来他还记得我的生日 这么多年 记得我生日的 也只有柳如烟了 即便他做错了事 还是个撒谎惊 但是我们的感情是真的 我深吸一口气 走到房门前敲门 可柳如烟却怎么也不肯开 此后一个月 柳如烟都没有在外留宿过 与孟金平也只是吃饭 并没有乐举的行为 我想 如果柳如烟有回心转意的表现 那我也可以既往不就 毕竟我爱他 胜过爱自己 我精心准备着烛光晚餐 想在今晚和柳如烟坦白一切 让他见我爸妈 可我买了999朵烟龟装饰卧室 整理床头时 我却发现了藏在床头上的流产单子 一时间 我欣喜的心坠落谷底 柳如烟完全知道 我多想有一个血肉相容的孩子 成为我在世间的寄托 我是个孤儿 一直期盼有个孩子 我也完全可以把他富裕的养起 可是柳如烟不愿意 那我便一直尊重他 看着日期 我确定那是我的孩子 即便柳如烟再不愿怀孕 也中招了这一次 可我的期盼 却在我生日那天 被柳如烟狠心打掉 我扔掉所有烟龟花 又登陆电脑 第一次查看了柳如烟的微信 哥哥 我真的讨厌这个孩子 耽误和坏哥哥运动啊 呜呜 没事宝宝 做小月子也就一个月 一个月后咱们再约 呜呜呜 最爱哥哥了 我眼眸无光 窗外烟龟花的枯萎 就像我的心一样 逐渐腐烂 我想我是时候该离开了 此时 秘书也调查来了孟家的底细 少爷 孟家国外的产业接近崩溃 有随时破产的风险 在国内的公司也是濒临崩溃 不知为何孟金平在此时回国 还有夫人很想您 希望您能早点回去 四 柳如烟虽然出轨还打胎 可我还是忘不了两人的曾经 我拟好的离婚协议书 将现在的存款和房车都给他 再给他买一个粉色宝石节和将警房 这样 也算得上好聚好散 我看着墙上柳如烟未化的全家福 我想起我们刚在一起时 我便和他说了我的童年经历 我无父无母 福利院待遇只能说是勉强温饱 小时被校园霸凌 说是野孩子 等到大学时 所有的学费生活费都是自己兼职赚的 手磨的都是血 也不曾说过一句泪 柳如烟眼泪汪汪地握住我的手 老公 我好心疼你 真的 你的前半生缺爱 那么这份爱就由我弥补吧 我没被人爱过 柳如烟这段话 深深地感动了我 她就像一朵鲜艳的烟龟 开在了我平级的土地上 所以 即便要分手 我还想为她的未来好生打算一下 我来到公司 边处理着公务 父母边让我赶紧辞职 入职自家公司 可柳如烟最近事业遇到瓶颈 所以 我要为她拿下这场竞标再离开 等到下午 竞标的公司代表已经到了会议室 可出奇的是 出现了孟金平的身影 她居然也来竞标跨海大桥的建造 是刘总监极力举荐的 可是孟家已经快破产了 怎么会有这能力 只不过是想借着柳如烟 在套现后远走他乡 会议结束后 我想等抽烟完后 和柳如烟说这风险 却不想隔间传来了柳如烟的 十股交传声 这厕所是经理专用 只不过我不常来 支给了柳如烟 没想到居然成了他的偷情地 好哥哥 你真是又帮又大 拿下这项目 我又得升职了 孟金平好似拧了一下柳如烟的敏感点 你刚小产完 就勾引我 就这么骚 柳如烟已经忘情 我恨那个孽种 耽误我和哥哥这么久 即便是决定离婚了 听着二人的调情 还有那个孩子 我也感觉心痛欲绝 在这鼻子的空间 更是难以呼吸 我想要离开 可孟金平的下一句话 却留住了我 孟金平冷哼一声 那你也和他再结婚三年 多爱啊 这三年 我在国外 可没忘记过你柳如烟 挨压一生 讨好到 我其实就没爱过他 要不是看他能帮我升职 又给我生活费 我怎么可能和他结婚 他没爹没妈没教养的 床上也古板的不行 哪里像孟哥哥啊 一个月赚的钱 就能比上他一年 还帮我拿下竞标 孟金平拍了一下 柳如烟的屁股 就你骚 怎么得 和我在一起开心 当然了 等我把他的钱 都骗到手 我们就离婚 孟金平轻笑 行吧 自己扶着 我要进去了 说你老公是废物 柳如烟忍不住 交呼出声 我老公是废物 海城最大的绿帽奴 好哥哥 别折磨我了 还在公司的隔间 两人就打得火热 而另一个隔间的我 却是冰冷彻骨 彼此还难受 比亲耳听到柳如烟出轨 更窒息的是 柳如烟从未喜欢过我 一切都是利益的交换 我曾经以为的救赎 都是欺骗 柳如烟真是个好演员啊 要不是孟金平回来了 我只怕会被他骗一辈子 如今 是上天看我太可怜 给我的恩赐 我还为他着想 我觉得我真是缺爱到离谱 我不知 我是怎么度过这一下午的 又是怎么回到家的 我退了保时捷和将警房 我要让柳如烟对我的欺骗 都得到他的报应 我躺在床上 看着墙上挂着的柳如烟 为我画的全家福 将他砸得粉碎 我看向行李箱中的玩具 这是柳如烟 在我25岁生日时 他特地为我准备了 从1岁到25岁的礼物 从奶瓶到玩具汽车 再到书包 花了不到2000 但却让我为柳如烟沦陷 发誓非他不取 从此 我将自己百万的工资卡 交给他 无论他花多少 我都不顾问 昨天我收拾行李时 一切值钱物件 我都留给柳如烟 只有这个 我决定带走 我觉得这是珍贵的回忆 如今看来 真是笑话 我的手鲜血淋漓 心却异常平静 柳如烟却在此时发来消息 老公 我妈家这出了点事 我请假几天 先不回去了 那么搭 爱你的老婆 我将柳如烟的信息拉黑 截然一身地回了老宅 老宅里父母喜笑颜开 尤其是父亲 在外面叱咤风云的总裁 此时却哽咽地说不出话 当初创业时 弄丢了你 这些年我们都一边找你 一边创业 没想到我儿这么出息 不仅一表人才 学习这么好 还上了清华 家里给你妹妹的 也给你准备了 几十套房子和车 你想要什么都给你 母亲抱着我哭得更激烈 我儿啊 这些年苦了你了 儿啊 从此你是陆氏集团的大公子 你不叫唐轩宇 你叫陆家郎 我从未感受过的父母之爱 如今我的视野也有点模糊 喊了句 爸 妈 家姨 快来见过你哥 母亲擦干了眼泪 拽着陆家姨就要过来 陆家姨大学快毕业了 看着我一脸震惊 唐学长 居然是你 我瞅着有些眼熟 陆家姨抬头玩耳一笑 学长 你还记得我吗 小菊的家记忆中 为猫的少女 和眼前的女子交叠 原来陆家姨 是隔壁北大文学系的 我与妹妹早就见过了 在陆宅这几天 我才感受到什么是爱 以前在柳如烟的披股下 我以为爱是索取和无条件的付出 哦 没过几日 家姨便邀请我去清华园 再看看那只小猫 我和家姨看完后 她的导师找她 所以家姨就让我在小吃街着等着 夏末的街道凉爽得很 街上的小贩熙熙攘攘地叫卖着 其中人最多的 就是中兴的情侣大赛 听说是接吻时间最长 可以得一万元奖金 我本来是不想去的 却人流挤着 不得不去 赛台中心 柳如烟和孟金平正望我的吻着 都拉丝了 听说已经清了一个小时 马上就是冠军了 我宣布 本次情侣大赛的冠军 是柳小姐和陈先生柳如烟 含羞戴色地抬起头 却看见了台下的我 一瞬间脸上毫无血色 我站在台下 只觉得好笑 准备转头就走 柳如烟却下台拽住我的手 试图预盖弥彰 老公 我妈又突然没病了 恰巧就碰上了孟哥哥 你又不在 这一万元的奖金 我又心动 就只能和孟哥哥在一起了 说完 柳如烟还拽着孟金平的袖子 让他解释 是啊 兄弟你可别误会 我们俩是绝对清白的 孟金平嘴上在道歉 可眼里却都是挑衅 我冷笑着 这两个人不就是想榨干 我的剩余价值吗 如果我没工作 怕是柳如烟早就把我踹了 我冷声道 是吗 那看来我是误会了 不过 柳如烟 离婚协议书我也已经写好 你回家时签个字 柳如烟眼睛瞬间睁大 你凭什么要和我离婚 就因为我接吻 我都和你解释了 与这么无耻的女人 我实在没什么话好说 爱过她 都是一种耻辱 而此时的孟金平 则是一脸讥讽 你装什么 你不都没工作了吗 柳如烟听到这话 楚楚可怜的脸 马上换了表情 原来你被裁员了 怪不得工作日 在这里闲逛 我当初肯和没爹没妈的孤儿 你结婚 你应该跪地谢我 离婚可以 钱和房子都得归我 你只能近身出户 我看着两人的样子 只觉得好笑 我现在是陆氏的副总裁了 哪里还差这么一个房子 说完 二人就要上车 我看着孟金平 打开手机 让陆氏车行的 收回他余气的保时捷 柳如烟目瞪口呆地 看着孟金平的车被收走 孟哥哥 这车不是你的 孟金平脸色难看得很 租个保时捷玩玩 我平时都开劳斯莱斯的 我实在是不想 看二人的拙劣表演 只想离婚 我转头登上旁边的麦巴赫 看得柳如烟一正 而此时的佳怡也回来了 对着我玩耳一笑 哥 这么快就要走啊 不多看看孟金平 自然时任的陆佳怡 是陆氏的掌上千金 曾经的他家最鼎盛时 给陆佳怡提携都不配 可如今的陆家千金 却换着眼前这个窝囊肺 叫哥哥 真是倒反天罡 孟金平此刻也不管 柳如烟脸色难看的 一口一个陆大小姐得喊着 可佳怡半点眼神都没给她 反而讽刺道 哥 你上哪认识来这么个猪头肉 恶心死了孟金平的脸上 顿时五颜六色 佳怡又转头看向柳如烟 哥 这就是你那出轨的前妻 红衣娇艳 绿裙清新 可配在一起 未免有点艳俗了柳如烟名代燕归 一直喜欢这么打扮 往前看着也还行 如今被佳怡这么一说 真是挺丑的 我看着柳如烟丈红的脸 对温蓝轻笑 快上车吧 不愧是才女 损起人来 让人都无力反驳 如今日头又热起来了 我能看见柳如烟脸上的妆 花了大半 白腻的粉凝固在柳如烟脸上 再裂开 黑色麦巴赫 慢慢地启动 柳如烟二人的对话 也逐渐远去 她怎么能有这车呢 孟金平气急败坏地说道 柳如烟咬着牙 肯定是刚才那个女的 唐轩宇辞职了 只能给别人当司机 她还想买卖巴赫 吃人做梦 她多少财产 我还能不知道 现在我就回去签离婚协议书 让唐轩宇近身出户 我在车里笑了 我现在是亿万富翁 那些钱就当我送你的 不过 很快你们就会一无所有 六 我回到陆宅后 便开始工作状态 全方位的熟悉着陆式的工作 因为我是清华毕业 学习能力很强 所以也是得心应手了起来 嘉宜的同学温兰常来玩 她也是我的未婚妻 可她停留最久的时间 就是我的书房 温兰闲尽如花 总是痴痴地看着我 但是我不想耽误她 毕竟她是前途大好的 北大研究生 而我是二婚男人 在此期间 我去办理了离婚证明 柳如烟挽着孟金平 趾高气昂地将我的东西 像破烂一样扔出来 和你一起的这三年 每一天我都无必恶心 现在可算是解脱了 说完 柳如烟坐上孟金平租来的 的兰博基尼 斜着眼道 有些人生来就是穷酸的命 就应该穷损一辈子 我看着柳如烟 只恨自己瞎了眼 看不出她的心里这么黑 不过 很快 她就会尝到苦果了 一月后 在柳如烟的吉利举荐下 海城的跨海大桥建设 由孟金平拿下 并由政府拨了几千万的款 可一夜之间 孟金平居然协款潜逃了 而新的跨海大桥工程 由陆氏接管 我作为副总裁 去曾经的公司谈判 遇到了快风魔的柳如烟 因为柳如烟与孟金平 有同居室 有从犯的可能 所以被控制起来 柳如烟面容憔悴 眼下的黑眼圈大的吓人 此时像个泼妇一样 质问着警察 你骗人 你凭什么说孟哥哥 携款潜逃 我不信 他家那么有钱 他开兰博基尼的 国外也有很多产业 你们搞错了 警方此时也很无奈 孟金平在美国的公司 早就宣告破产 他的兰博基尼也是租的 是刷爆了 美国信用卡贷款来的 而且你名下的产业 早就让孟金平抵押了 柳如烟尖叫着 像个疯子一样在地下打滚 他不敢相信 金龟絮居然是骗他的 可柳如烟一抬头 却看见了我 我穿着高定西装 从卡燕上下的车 看到了被警方挟持的柳如烟 陆总好曾经公司的人 都站在门口 毕恭毕敬地迎接 这位陆氏的太子爷 柳如烟不可置信 你不是孤儿唐轩宇吗 什么时候叫陆家朗吗 陆家朗不是陆老爷子 刚认回来的儿子吗 我冷笑 对啊 我的亲生父母 就在陆氏柳如烟 一下子脸色惨白 瘫倒在地 一下子他就想清楚了 陆氏集团多有钱 我想在海城生活三年的 柳如烟应该明白 陆氏能贡献海城 二分之一的GDP 就连陆家的司机 都能年薪百万 我是陆家太子爷这件事 对于柳如烟来说 是个极大的打击 他一心想要有钱人 却错过了我 此刻柳如烟肠子都毁清了 哭得涕泪娇横 老公 你原谅我吧 我是被孟金平 那王八独自骗了 我还是爱你的 我们三年的福气恩情 你不要了 我们曾经那么相爱 你都忘了 老公 你说过 只爱我一个人的 我不再看哭喊的柳如烟 禁原公司去谈下这次合作 去过柳如烟真的曾经爱我 他就不会那么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 让我生不如死 我回到陆宅后 嘉宜又跑过来撮合道 哥 你觉得兰兰怎么样 我知道嘉宜的意思 而此刻的我不想耽误他 嘉宜 温兰是个好女孩 但是我配不上她 门外落荒而逃的声音 让我难过 如果我一开始遇到的是温兰 该多好啊 可错过就是错过 嘉宜此时更是生气 哥 你不知道兰兰早就喜欢你了 你在清华的每一次演讲 他都去 后来你结婚了 你知道他多伤心吗 他恨自己不早一点表白 让你一年早婚 这些年 温家安排多少婚约他都不见 他只喜欢你 我手骤然握紧 追上在花园哭泣的温兰 我想试探着抱住温兰 却怕唐突 可温兰却猛地抱住我 我颤抖的手 俯上温兰的后背 不必多说 我们俩的心意已经明确 后来 听说潜逃在外的孟金平 被抓封锁所有财产 被判无期徒刑 可能是孟金平受不了 在日本就跳海而死 尸骨无存 柳如烟被原公司辞退 不过他什么财产也没有了 他是一个大专毕业生 以前干到总监 都靠我给他铺路 如今他屡屡碰壁 他认为长得漂亮 可这世界上 从来不缺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再后来 我就没听说他们的消息了 如今的我只想多陪陪家人和温兰 母亲很喜欢温兰 要为我们办一场盛大的订婚宴 邀请了无数名流 订婚那天的宝格力酒店 温兰穿着意大利手工新钻礼袍 美得惊心动魄 而在订婚宴结束时 宾客散尽 我与温兰享受着美好之时 柳如烟却冲了进来 他化的妆艳俗无比 想是纸扎人 穿着暴露 像是在夜总会工作 他冲进来时 我甚至能闻见他身下的腹臭味 如今的他没能力 只能靠脉肉为生了 柳如烟紧紧地拽着我 老公 我当时都是被他蛊惑啊 求求你 原谅我吧 我为你当牛做马 也愿意我施意保安把他拉走 谁知柳如烟 却转头要狠狠撞向温兰 被我及时发现 我挡住了 柳如烟瞪着温兰 你知道他曾经多爱我吗 我告诉你 他迟早会回来找我 温兰依旧保持大家闺秀的气度 但是我却忍不住温兰受此伤害 我冷冷道 柳如烟 你还只当我 只以为你和孟金平 只是在情侣餐厅吃过饭吗 我生日那天 七夕 还有厕所的隔间 你们俩都干了什么 我想给你留面子 可你却不给自己留面子啊 柳如烟顿 顺时花容失色 老公 你都知道 但我真的 我牵起温兰的手 连余光都没给柳如烟 我给你过的机会的 你自己不珍惜 说完 偌大的会场 只留一个失魂落魄的柳如烟 柳如烟痛苦极了 自己放弃了这么好的丈夫 找了那么个白眼狼 他想起我 确实给了他很多机会 只是他不珍惜 后来 我和温兰结婚了 办得非常隆重 当夜登了某波热搜第一 在短视频上 倾起一阵陆氏婚礼潮 婚礼的角落里 我看见了偷着来的柳如烟 他极度无比 可又无可奈何 只能暗中窥视我们的幸福 后来 老爷子要退休 我逐渐接管了陆氏 而温兰也成了一名大学教师 温兰喜欢旅游 所以我再忙 也会抽出空来 天南地北的带他旅游 可最近温兰却迷上了哈尔滨 说什么也要去东北看看 我本来是要订星级酒店的 可是温兰却说 他喜欢农家乐 想去体验一下生活 我自然是一切只听老婆的 选了一家比较干净的农家乐 民宿的主人热情得很 帅哥 你老婆真好看 你们是哪里人温兰抿着嘴 海城人主人乐坏了 我们村也有个海城回来的 听说他以前是什么高管 谁信的他这就来了 又来偷鸡摸狗主人 骂骂咧咧的就出去了 驱赶那个疯婆子 冬天的窗户生了窗花 可我却看清了那女人的模样 如今的柳如烟 在冬天穿着露棉花的衣服 戴着围巾 体态臃肿 脸上都是洞窗 此时正被主人呵斥着 又来偷鸡 怎么得 快点滚 我这里有贵客 是海城来的富翁鸡隔着玻璃 我与五年未见的柳如烟 对世上了 我保养得极好 而柳如烟 却像是四五十岁的人 柳如烟瞬间落荒而逃 主人回了屋 却还骂道 这个海城来的疯婆子 听说他男人娶他回来 是传宗接代的 想生个儿子 谁知道他在夜总会干过 一身的脏病 根本就是个不能下蛋的母鸡 被他男人打得要死 他也不工作 却整日在村里 偷给摸狗的我笑笑 并未评价 转头给温蓝夹菜 老婆 多吃点 这是柳如烟本来的路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几年后 我带着温蓝和一双儿女 又来农家乐 却听主人说 那个疯婆子早就死了 在我们上次离开的第二天 听说是夜里尸神走错了路 被冻死在这桥梁之下 我一直坚信宿命轮回 如果你没遭到报应 那一定是实际味道 全文完 我来决定了 我来决定了 我来决定了